再来圣生 圣生就是开悟的圣人 又如圣生福福祥隆 这个祥隆福福是佛家跟道家这两家 都有相传 切实有祥隆福福的故事 有些修行境界很高的 真的能够降福真笼真福 像佛陀当时在在世的时候 那么当时那个大家社三个兄弟 他们是外道的 当时佛陀要去度他们的时候 先去降这个火龙 那这大家社三兄弟以为佛陀会被这只猛龙 把他吃掉 这火龙吃掉 结果没想到佛陀用如来妙法 把这个凶猛的恶龙降伏在堡里面 变成一条小龙 就是佛陀切实有这个降龙的功德力 他说例如佛陀生瘦 在佛陀那个时代 佛陀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生瘦 能使龙下坡中 能够让龙下降到坡里面去 祸汉道士造病 能禁福死福地 祸汉的时候有一个道士叫赵炳 可以禁止这个老虎就让他趴下去 又十八罗汉 在佛经上讲十八罗汉里面 有祥隆跟福福两位尊重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 提到这个普琴生瘦这个故事 就是在梁慧角高僧传卷史神异相 里面有提到 社工者虚异人 这个社工这位出家人 他是虚异的人 虚异福气不食无骨 他等于不吃无骨 不食无骨 他能够日行五百里 他有这个神通力 每天可以走五百里路 日行五百里 言未然之事 可以先预告一些事情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他都可以先讲出来 验若执掌 而且后来验证都实现 而且要这个 他意料的事情都能够的 很容易 执掌就是很容易 以福秦 这个东晋十六国里面有一个国王的前秦 这个叫虎坚 有前秦跟后秦 前秦是虎坚 后秦也是姚长 在虎坚 建宁十二年 到长安 这个社工到长安 能以秘柱 驻下神龙 可以用秘柱 让神龙下降 恶而龙下坡中 这个龙就降到坡里面 天柱大乙 当时就老天下大乙 奸己群臣 清就坡中观之 当时虎坚跟这些大臣 都看这个坡里面这只龙 显探其异 而且会觉得非常的神异 奸奉为国神 虎坚把这位西异的僧人受功 当成国神 世宿皆佗生皆足 而且文武百官跟民众 都拜祂为师 至世无父言汉之忧 从那时候起以后 就不再有干汉了 至十六年 十六月无疾而化 奸哭之甚动 当时他延起的时候 虎坚非常的伤心 足后七日坚以其神力 到他死后七天 虎坚都还结了说 这位西异的僧人受功 神通都还在 四开关四之 就把他的棺木一打开 不见尸还所在 达摩祖师还留一只鞋子 这位西异的僧人受功 连尸体都不见 不见尸还所在 唯有链被存连 只有棺木里面那一张链被还在 其他尸体不在 这个就是 我们提到 福福祥隆这个故事里面 在高僧传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 那么这个是在福建那个年代 能不能够传到 部门 也能能够传到 他们坑里面 是有所感动的 图有